Hello 大家好 我是昭雄老師 那今天這段影片呢 要來分享一下SOLO工具的一個使用時機 還有就是初學者常會在使用SOLO工具的時候 會出現一些所謂的靈異狀況 來教各位怎麼做一個排除 那在開始講解今天的分享內容之前呢 也希望大家對於我們的這個頻道啊 可以點擊右下角畫面這個訂閱 分享我們的頻道 或者說留言給我們做一下鼓勵 那有各位的支持 會是影片繼續錄製下去的一個動力 好那我們現在講一下SOLO的這個工具選單 它的使用時機 那一般來講我們在做造型 一個創作的過程中 它不會只是單一個圖層 所以我們會透過SOLO選單的這個複數物件 來製作全部的這個配件 或者說它的這個身上的一些武器的裝備 好那當我們在複數物件的情況下 如果假設有些死角的部分 我們要做造型上的整理的時候 這樣說可以透過這個半透明的設定 來做重疊物件的一個調整之外 那另外一個選擇就是在中間這一排的這個 ICOM裡頭最底下這邊有一個SOLO SOLO的一個選項 那當這個SOLO選項被啟動的時候 你的畫面只會留下你目前正在工作的物件 那其他的物件它通通會暫時的被隱藏起來 暫時被隱藏起來 那當然我們可以透過SOLO選項這邊 去做其他物件的一個核選 就是你如果去點擊其他的物件 它會直接切換到該圖層的物件上 那當你把這個SOLO的功能給關閉之後 它就會回復到物件全部顯示的一個狀態 就是SOLO工具的一個使用的一個時機 那使用這個工具呢 其實很多初學者會遇到一種狀況 就是會不小心去誤觸到SOLO ICON上頭的 這一個Dynamic的這個字 那其實這個字它本身是一個 它是一個那個按鈕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 那會誤觸這一個 SOLO上面會有這一個Dynamic的這個文字 如果當我把這邊 這排文字按一下主鍵的話 你會發現它會亮燈 它會亮燈 那亮燈的話代表它被啟動了 Dynamic被啟動的話 它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表現 就是它會自帶SOLO的一個屬性 尤其是你在做物件旋轉的時候 就會產生像這種一閃一閃的一個狀況 所以初學者可能有些人會遇到 奇怪為什麼我的物件在旋轉的時候 會突然消失掉 但是停下來它又會出現 這個就是很大的原因是 你去誤觸到這個Dynamic的這個功能 你只需要把它關閉掉 它就可以恢復到正常 所以SOLO的工具非常好用 但是我們在操作的過程中 要特別小心就是 不要去誤觸到這個Dynamic 它的這個部署的功能 那其實在WASH裡頭 它有很多這種 就是看起來很像是裝飾的這種文字 但它其實是隱藏的這個選單 那我這邊再補充說明一下 像我們在這個地板 地板的控制裡頭 如果仔細去看這個地板的icon 你會發現到上面會有XYZ 三個字 那這三個字 它就是按鈕 它就是按鈕 那你可以發現到 它的預設值Y 是亮燈的 那X跟Z 它的顏色比較淡 好 所以當我們去啟動地板功能的時候 你會只看到 綠色的地板 綠色這塊地板 它就是屬於 Y軸 上下的地板 好 那我們可以試著 把 X 看一下 你會發現 出現一塊紅色的地板 好 這個地板呢 它就是 左右 X軸 那相同的 如果把這個Z也打開 它就會得到一個 藍色的地板 就會得到一個藍色地板 所以如果你三個同時開的話 它就會出現 三塊 有顏色的一個地板 好 就是 主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就是這個 在Leap Rush的這個 指令選項中 其實有很多 它是隱藏 在 ICOM的這個旁邊 所謂的次選項 不是次選項 那包括像在這個 Information這裡 這個參數表裡頭 其實 在每一個參數的右邊 也都有所謂的 XYZ的這個核選項 那有些預設子 它就是啟動的 那有些是 預設子是關閉的 我們從這邊可以明顯的看到 那這些文字 它都是 所謂的次選項 它都是所謂的次選項 所以 大家在做操作的時候 要特別小心 就是不要 不小心去做一個 點擊 它不小心把這個 次選項的功能 給打開 那另外一個 比較常見 就是在 每一個圖層 在Substore 每一個圖層的這個選項上面 它其實 也有所謂的次選項功能 在圖層的上方 就是連擊 交擊 插擊 還有這個圖位 然後顯示隱藏 這個次選項 所以這段影片 主要先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所謂的這個 SOLO選單裡頭的這個 Denimate 就是 自帶性屬性的這個 局部隱藏 局部隱藏的這個功能 如果你不小心去 按到它的話 就記得把這個 關掉 它就會回到正常 那SOLO選單 在 多數物件的情況下 它其實非常的好用 非常好用 好 那以上是 今天分享的一個 功能的一個說明 那因為 線上課程的關係 就是最近 比較沒有時間去做 這個 長時間的一個 影片的錄製 那 也對於 可能 長期有在 關注我們影片的朋友 說真抱歉 將來的話 就是原則上 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還是會盡量的 就是把一些 常見的基本功能 就是分成小單元的 一個錄製方式 來放上來跟大家做分享 那原則上影片 可能就是 以十分鐘以內 的這種短影片 來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一方面是 大家在理解 或者操作上 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那也避免 太過於 湧場的一個解說 好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請點一下畫面的這個 右下角 訂閱 或是會把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周邊 對於 學習立法阿許 有興趣要自主 學習的這個朋友 可以 了解一下我們的這個頻道 好 那 後續我們 可能也會 去 評估 就是 推 推一些 就是簡單的 那種 線上 直播的 課程 或者說一些簡單的 單元的一個直播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多多關注我的 臉書的一個動態 好 那我們 下次再見囉 掰